他对待长辈恭敬有礼 从无冒犯 是大家眼中知书达礼的人 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 要做一个知书达礼 懂礼貌的孩子 看到年老的弟兄姊妹做事违背原则 他不敢激怒指点 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我父母那辈的人了 有的甚至能当我的爷爷奶奶 我要是直接指点他们的问题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没大没小 没有教养 尊老爱幼 知书达礼 真是人性好的标准吗 在神的话里 他对这种传统思想有了怎样的认识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 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 要做一个知书达礼 懂礼貌的孩子 见到长辈要恭恭敬敬地问好 不能没大没小的 否则人家会说你没教养 是啊 上学之后老师也经常告诉我们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与人相处要懂礼貌 我在书本上也常看到 卧冰求礼 恐龙让礼的故事 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觉得做人得讲礼节 尊老爱幼 这才是一个有教养的好人 父母老师都是这么教育的 是 一直以来 我都是凭着这些传统文化活着 对长辈都恭敬有礼 从来都不冒犯 即便有时候看到他们哪里做得不对 我也从来不敢当面给他们指出来 心神尽本分之后 在教会里 我仍然凭着知书达理 尊老爱幼这种传统思想活着 尤其是对他年龄比较大的弟兄姊妹 我从来不会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 总是恭恭敬敬地喊他们 某某阿姨 某某叔叔 让人觉得我特别懂事讲礼貌 和一些老年的弟兄姊妹配搭时 看到他们尽本分存在一些问题 我也不敢给他们点出来 我心想啊 这些弟兄姊妹 都是我父母那边的人了 有的甚至能当我爷爷奶奶 我要是直接指点他们的问题 他们会不会说我没大没小 没有教养 所以我几乎不指点他们的问题 即便说也得先推敲一下用词 用柔和的语气说 尽量不上了他们的面子 因着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啊 总表现得文文尔雅 很有礼貌 大家都评价我成熟稳重 人性好 我就认为这样 就是在实行真理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后来我在教会 进文字方面的本分 一次带领说 现在文字工作还缺人 文涛弟兄之前进过文字本分 掌握一些原则 安排他过来 让我找他交通 交通后弟兄也愿意配合 只是说身体不好 不能太过劳累 我就和弟兄说 可以根据他的身体情况 合理安排工作量 这样他身体和精力 也能够得上 弟兄也答应了 可没过几天啊 带领又说 文涛写信给他们 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想尽文字本分 想去传福音 带领让我再找文涛交通交通 那弟兄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是啊 我心想 弟兄平时传福音 跑的路更远 不也要受苦吗 是啊 他怎么就愿意传福音 不想尽文字本分呢 是有什么难处吗 还是觉得尽文字本分 不能出头露脸 我就想找他交通 可又怕当面指出来 弟兄会咋看我呀 会不会说我年少轻狂 你才信神多久啊 还指点我的问题 真是没大没小 不尊重人 又想到 这弟兄的年龄啊 都算得上是我的长辈了 我平时见到他 还一口一个 叔叔地喊着 这下当面指点他的问题 这不显得没家教 不尊重人吗 想到这些啊 我就觉得 开不了口 第二天和弟兄见面啊 我只是简单地 问了问他的情形 尽本分有没有什么顾虑 然后又结合自己的经历 给他交通 弟兄也答应 继续配合这个本分 那后来 弟兄的情形扭转了吗 没过多久啊 我得知 弟兄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谈到自己的情形 一个姊妹就给他点出来 你不愿意记文字本分 有什么难处吗 或者有什么存心 是觉得这个本分不露脸 还是其他原因 借着姊妹的提醒啊 弟兄开始反省自己 他认识到 自己尽本分有挑选 是受名誉地位心的支配 觉得传福音 能在人前露脸 到哪儿 弟兄姊妹都高看 那文字本分属于幕后工作 就算干得再多 弟兄姊妹也不知道 因此就像传福音 既能露脸的本分 之后 弟兄又吃喝神话 反映认识自己 认识到自己 追求名誉地位 就是在走保罗的路 扭转了对待本分 错误的观点 还写了一篇 经历见证文章 感谢沈 姊妹这样指点问题 对人的生命进入 有帮助啊 是啊 听到这件事啊 我就反省 其实我也知道 弟兄不愿意 记文字本分 是有原因的 可为什么我却迟迟不愿意 点出他的问题呢 这到底是受什么东西支配呢 一次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教会中有一些年龄大 或者信神年头多的人 你心里就总想着 给他留点面子 说话的时候 让他先说完 他说废话也不要打断 他做什么错事 要对付修理的时候 也给他留点面子 不在众人面前说他 不管他做事 多无理取闹 多么糟糕 大家都得原谅 包容他 然后还常常教育别人 要给老年人留点面子 不要伤他们的面子 我们是晚辈 晚辈这话是怎么来的 从传统文化思想里 衍生出来的 另外 在教会中形成一种风气 见到年龄大点的弟兄姊妹 就称呼大哥大姐 阿姨或者老弟兄 叫得特别亲切 像一家人一样 对他们格外的尊重 无形中在人心里 留下了好印象 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 骨子里扎根很深 以至于在教会生活中 都能不断蔓延 形成风气 因为人常常被这些东西 限制控制 不但自己认可这些东西 努力地往这个方向去做 去实行 同时也赞成别人 教导别人那么做 传统文化不是真理 这是肯定的 人只知道它不是真理 就行了吗 它不是真理是一方面 为什么要解剖它呢 根源在哪儿 问题的实质在哪儿 怎么才能放下这些东西 解剖传统文化 就是为了让你在内心深处 对这方面的理论思想观点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这个全新的认知 怎么才能达到 首先 你得知道传统文化 是来源于撒旦 那撒旦是怎么把这些传统文化 灌输到人里面的呢 撒旦是在每一个时期 借着一些名人伟人 来传扬这些思想 传扬这些所谓的说法理论 然后逐渐地系统化 具体化 逐渐地与人的生活 越来越近 然后逐渐地在人中间普及 一点一点地 把这些撒旦的思想 说法理论 灌输到人的思想里 灌输给人以后 人就把这些 从撒旦来的思想理论 当成人类该实行的 该遵守的 最正面的东西 撒旦就用这些东西 把人的思想禁锢 控制起来了 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不断地被教育 被熏陶 被控制 一代一代 一直传到现在 这一代一代的人都认为 传统文化是对的 是好的 没有人去解剖 这些所谓的好的东西 对的东西 它的出处 源头到底在哪儿 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 甚至有的人信神 读了很多年神的话之后 还认为这些东西是对的 是正面事物 甚至觉得 它可以取代真理 可以取代神的话 更甚至有些人认为 不管读多少神的话 生活在人群当中 三从四德 仁义理智信 这些所谓的传统思想 传统文化 不能丢 因为这是从老祖宗那儿 流传下来的 老祖宗是圣贤呢 咱们不能因为信神 就违背老祖宗的教导 不能篡改或者丢掉 古圣仙人的教导 在人的心中 都有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意识 都是在无意识中 仍然被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控制着 捆绑着 好比说 有个孩子看你二十来岁 称呼你叔叔 你就很高兴 心里很满意 如果直接称呼你的名字 你心里就不舒服 觉得这孩子不懂礼貌 该教育教育 你的态度就不一样 其实 无论是称呼你叔叔也好 或者称呼你的名字也好 对你的人格 都不会构成任何影响 但是为什么 它不称呼你叔叔 你心里就不痛快 这就是受传统文化的 支配影响 这个东西在你里面 先入为主 成为你对待人事物 衡量判断所有事物的 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了 你的标准是错的 你做出来的事的性质 能对吗 肯定是不对的 神话结实的 正是我的情形啊 我就是深受 尊老爱幼 文文尔雅 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 从小 父母和学校的教育 让我认为 只有做一个 懂礼貌 知书达理的人 才算是好人 那些对长辈 直呼其名 没大没小的人 没有教养 不值得人尊重 不管是和外邦人相处 还是在神价基本分 我都是凭着这些传统思想活着 把这些当成 我为人处事的准则 认为这样做 就是在适应真理了 在和年龄大的弟兄姊妹相处时啊 为了给人留下一个 懂礼貌的好形象 我从来不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 而是恭恭敬敬地 喊他们叔叔 阿姨 有时候 我明明对他们有嫌弃 可为了保持自己 知书达理的好形象 我从来不在面上流露出来 而是装出一副 心平气和有礼貌的样子 有时候 看到弟兄姊妹的 一些败坏流落 我本应该做诚实人 给他们指出来 帮助他们寻求真理解决 但为了不破坏自己 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好形象 我从来都不敢直接给指出来 觉得这样做 是没有家教 没涵养的表现 即便说 也是用委婉的方式 旁敲侧击地讲 根本达不到果效 就像这次 和弟兄交通金本分的事啊 我明明看出他推脱本分 这里面有问题 我应该给弟兄指出来 帮助他反省自己学功课 可为了不让弟兄觉得我 没大没小 缺少家教 我就不敢直接给弟兄指出来 光是轻描淡写的 谈点字句道理 体贴他的肉体 以为这样就是在解决问题了 事实上 对弟兄没有丝毫帮助 我这样做 是坑害弟兄啊 是啊 我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 就觉得 对于年龄大的人 就应该尊重 不能随便地指点问题 更不能让人难堪 这是人性好的表现 所以发现他们的问题 也不敢指点 也不敢说实话 没有真心的帮助 凭尊老爱幼这种思想观念活着 真是虚伪 坑人害己 是啊 我这才看清啊 这尊老爱幼不是真理 不是做人的原则 也不是衡量人 人性好坏的根据 是 之后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神让人根据什么衡量人 根据什么看人看事 根据神的话看人 具体地说 就是根据神所说的 来衡量人有没有人性 这是其中一条 另外 根据这个人喜不喜爱真理 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能不能顺服真理 这些是不是具体内容 那人衡量一个人的好坏 是根据什么 就是有没有教养 懂不懂 懂不懂规矩 吃饭是不是扒大嘴 是不是好挑食 吃饭时 是不是先等长辈入座 自己再入座 等等 用这些来衡量 那这些 是不是用知书达理 这个行为准则来衡量的 这么衡量准不准确呢 服不符合真理 很显然是不符合真理的 那这么衡量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他看谁知书达理 就认为这个人是好人 如果让他交通真理 他就总用那些家规 家教 好行为来浇灌别人 给人灌输这些东西 最终的结果就是 他把人都带到好行为里了 而人的败坏实质 丝毫没有改变 这种做法就是远离真理 远离神的话 这样的人只具备了一些好行为 那这人里面的败坏性情 能因这好行为得到改变吗 能达到顺服神忠于神吗 远远达不到 这些人都成什么人了 只有外表好行为 但根本不明白真理 也不能顺服神的法利赛人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看法利赛人的外表 不就是无可挑剔吗 守安息日 在安息日什么也不做 说话彬彬有理 特别懂规矩 守规条 特别的有教养 文化知识也特别高 就因善于伪装 丝毫不敬畏神 还能论断神定罪神 最后就遭到神的咒诅了 神把他们定性为 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都是作恶的人 同样 用知书达理这种好行为 作为做人做事准则的一类人 很显然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当他们用这条规矩 去衡量人 去做人做事的时候 当然也不是在追求真理 当他们评价一个人 评价一件事的时候 他们评价的标准 根据 也不是合乎真理的 而是与真理相违背的 他们注重的只是人的行为 只是人的做法 并不注重看人的性情实质 他们不是根据神的话语 不是根据真理 而是根据传统文化中 知书达理这样的行为标准来衡量的 衡量的结果就是 只要人有了外表知书达理这样的好行为 那就是好人 那就是合神心意的人 当人有了这样一个定性之后 很显然 人是站在了真理与神话语的对立面 他们越用这条行为准则 来看人看事 做人做事 结果越使他们远离神的话 远离真理 但他们还乐在其中 还认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 他们守住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好的说法 就认为是守住了真理 守住了真道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持守 不管他们怎么坚持 最终他们对神的话语 对真理 没有任何的经历体验 对神没有丝毫的顺服 更产生不出对神真实的敬畏 这就是人持守 诸如知书达理这样的好行为的结果 人越注重好的行为 越注重活出好的行为 越注重追求好的行为 那人离神的话就越远 离神的话语越远 人就越不能明白真理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传统文化 外表看啊 好像是让我们做一个知书达理高尚的人 实际上 他是教会我们如何伪装自己 包裹自己 如何用外表的假象欺骗人 是 凭这些传统文化活着 只能外表有一时的假象好行为 但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败坏性情 永远不能豁出真正人的样式 作为一个信神的人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 看人看事做人做事 都以神话语为根据 以真理为准则 说话做事要有敬为神的心 尽本分能维护神家的工作 与弟兄姊妹相处 能单纯敞开做诚实人 在生命进入上互相帮助 这才是该具备的人性理智啊 是 可我不按照神的要求做人 而是把撒旦教育的 知书达理 文文尔雅这些传统文化 当成真理来吃手 用外表的好行为来包装自己 特别是 在和年龄大的弟兄姊妹配搭时啊 我明明心里嫌弃他们 外表还要装出一副 有耐心有爱心的样子 以此来迷惑人 让人对我有好的评价 看到弟兄姊妹存在的问题啊 我不是给他们指点出来帮助他们 而是总考虑他们的感受 怕说话伤着他们 我就认为自己这样做 是在尊重弟兄姊妹 是有涵养的表现 其实是想借着这种方式 树立自己文文尔雅的好形象罢了 我这哪是有人性的人啊 又自私又诡诈 跟那些假冒为善 迷惑人的法利赛人 没有什么区别 看到自己凭这些传统文化活着 变得越来越虚伪诡诈 没有良心理智 我也明白了 神所要求的实行真理 并不是外表伪装出来的好行为 而是让我们凡事 能够根据真理原则做事 不再凭败坏性情活着 而我错误地 把尊老挨幼这些传统文化 当成了真理 认为只要外表能守住这些好行为 就是实行真理了 把神的话 神的要求抛到脑后 我还是信神的人吗 这些好行为守得再好 也不代表实行真理 不可能会蒙身承许 是 你这么交通啊 对我很有启发呀 现在我明白了 有礼貌有教养 根本就不是衡量人性好坏 能否实行真理的根据 这些行为再好 只能得到人的认可 但不实行真理 里面的撒难性情 还是远风未动 若不悔改变化 早晚会被神烟气淘汰呀 是啊 之后我就从神的话中 寻求实行的路途 我看到神的话说 好 人说话 做事应该根据什么 根据神的话语 那神对人说话 行事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对人有造就 对了 最基本的 你得说真话 说实话 让人得益处 起码得对人有造就 别欺骗 别迷惑 别奚落 别讽刺 别挖苦 别嘲笑 别挟制 别阶段 别伤害 这些才是正常人性的表现 是人性的美德 神有没有告诉你 说话用多高声调 有没有要求你用标准语 有没有要求你用华丽的词枣 用高尚文雅的语言方式啊 丝毫没有这些外表的 虚伪的 虚假的 不实惠的东西 神要求的 都是正常人应该具备的 都是人言语行为的标准原则 不管人生在什么地方 说哪种语言 总之 你说出来的话 那些用词 那些内容 得对人有造就 有造就 指什么说的 就是让人听了之后 感觉真实 得着益处 得着帮助 能明白真理 不再困惑 也不受人迷惑了 所以 神要求人说话 得说真话 说心里话 别欺骗 别迷惑 别奚落 别讽刺 别挖苦 别嘲笑 别挟制 别揭短 别伤害 这是不是说话的原则 这里别揭短是什么说的 就是别抓把柄 别抓住人的过失 或者短处 论断定罪 这是起码应该具备的 那在积极方面 说对人有造就的话 有哪些表现 主要有鼓励 开导 引导 劝勉 体谅 安慰 另外 有些特殊情况 还需要直接揭露别人的错误 实行对付修理 让人明白真理 有悔过之心 才能达到果效 这样实行 对人太有益处 这是不是真实的帮助啊 这是不是对人有造就的 总之 说话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心里话 说真实经历 真实看法的话 这才是对人最有益处的话 是能供应人 帮助人的话 是最积极正面的话 那些虚假的话 不能让人得益处 得造就的话 坚决不说 防止对人造成伤害 把人绊倒 导致人落入消极 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要说积极正面的话 争取达到最大限度的 帮助人 使人得到益处 得到供应 对神产生真实的信心 让人通过你 对神话语的经历 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能够得到帮助 有大的收获 能明白 经历神做工 进入真理实际的路途 使人有生命进入 生命得以长大 这就是说话有原则 对人有造就 达到的果效 阿们 阿们 神的话把神音的路 说得很清楚啊 是啊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与人相处的原则 不是传统文化教育 我们的尊老挨幼 懂礼貌 也不在乎我们说话 是不是轻声细语 温文尔雅 而是看所说的话 是不是符合真理 对弟兄姊妹 有没有造就 是 在神家 弟兄姊妹之间 没有地位之分 更不会因为 谁年纪大 信神时间长 就论自排位 不管是年老的 还是年轻的弟兄姊妹 大家都是站在 平等的地位上 信神尽本分 看到对方的问题啊 可以交通真理 互相帮助 必要时 可以直接点出 对方的问题 是 根据神的话 交通指点 修理对付 只要存心对 能给弟兄姊妹的 生命进入 带来益处 而不是犹豫 想抓人把柄 打击人 即便话说得严厉一些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啊 追求真理的人 不会因为 我说话的方式 语气 就对我产生成见 也不会因为 我年龄小 就看不起我 而是能从神领受 寻求真理 认识自己的问题 我没必要 有什么担心顾虑 是啊 追求真理的人 即使当时不好接受 但过后 通过寻求反省 也能接受过来 得到艺术后 心里啊 还会感激对方的 是啊 当初 给温涛指点问题 那个姊妹啊 也很年轻 人家看见啥问题 就能单纯敞开 引导弟兄认识自己 弟兄也没有因为 姊妹年纪小 就觉得被冒犯 而是很虚心地接受了 并从中寻求真理 反省认识自己 有了真实的收获 而我一味地 凭尊老挨幼 这种传统文化活着 看到弟兄的问题 却迟迟不敢指点 光是扶皮潦草地 讲两句违心的话 对弟兄没有造就 对教会工作 也没有丝毫益处 看到传统文化 就是迷惑人 败坏人的 我也明白了 只有按照神的话 实行 才和神心意 才对教会工作 和弟兄姊妹生命 有益处 是 神的话 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呀 确实是啊 后来 看到弟兄姊妹 尽本分流露败坏 或者做事违背原则时 不管他们年龄 比我大 还是比我小 我都会给对方指出来 并交通神的话 帮助他们 有些弟兄姊妹 虽然刚开始 有些认识不到 接受不了 但过后 借着吃喝神的话 寻求反省 也能接受我提的建议 从中 也学到了一些功课 感谢深 一次 在和教会带领 聚会的过程中 我看到带领 每天进本分 外表也在忙 但只是 按部就班 上传下达式地 落实一些工作 对教会工作 存在的明显问题 不想着去解决 也不实际地问 弟兄姊妹的情景 这样下去 教会工作 很难打到好的果效 我心想 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从侧面 给她提过 可能 她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 我要不要 再给她提一下 可一想到 带领和我妈的 年纪一样大 是我的长辈 从小我就 阿姨长 阿姨短地叫她 我要是说她 不做实际工作 是假带领的表现 她会不会觉得 我没大没小啊 要不 还是反应给 上层带领 让他们给交通吧 当我流露 这个意念时啊 我想到神的话说 你得说真话 说实话 让人得益处 起码得对人有造就 我一下子意识到 自己的观点不对了 我明明发现 带领金本文存在问题 应该给她点出来 帮助姊妹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能及时扭转 这才对姊妹有益处 也对教会工作有益处 是啊 而我犹豫不敢讲 还是受尊老外幼 这种传统思想支配 是凭撒旦的 生存法则活着呀 现在姊妹存在的问题 她自己意识不到 就需要身边的弟兄姊妹 凭爱心指点帮助 我既然看到了 就应该给她提出来 这才是尽到 自己的责任呢 是啊 之后 在和姊妹见面时啊 我就找了一段神的话 跟她交通 点出她 光聚会 不实际解决问题 这是走贾带领的路 姊妹看完神的话 也承认自己 有贾带领的表现 还反省自己 体贴肉体 不想操心付代价 接下来愿意扭转 之后 看到姊妹有一些转变 做工作有些细节 也能交通帮助 弟兄姊妹 解决一些问题 我在心里感谢沈 感谢沈 经历过来 我看到啊 凭撒旦的传统文化活着 只能让我们外表上 显得恭敬 有礼 受人尊重 但丝毫变化不了 我们的败坏性情 凭这些东西活着 就像戴了一张面具 越来越虚伪 对人没有真诚 自己的撒旦性情 也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有根据神的话 根据真理原则 看人看事 做人做事 所做所行 对教会工作 对弟兄姊妹的生命 才有益处 才能活出 真正人的样式 阿曼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